国家也没让我们负担一分钱帮我们治疗 必须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因为毕竟我不是做学医的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患者 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血量献出去 为重病人都需要这份血量来进行治疗 现在才几间了 感谢观看